司机坐满碎玻璃,门把更是血迹斑斑,车内还有棍棒、头盔等,警方见证组也在搜证。 兵州警方在今天凌晨5点在甘仔原路发现这辆可疑轿车,于是打算上前拦截,但对方拒绝停查并逃走。 在追逐了一段路途后,对方还撞击警车,警员被迫朝匪车开至少5枪。 司机被枪伤后逃走,车内另外二女一男被及时赶到的警员逮捕。 警方相信落网者涉及多宗抢劫案,不过至截稿时间为止,警方未发布此案消息。